钢琴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音乐传统的乐器 它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深受音乐家和乐迷的喜爱 然而钢琴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改进 从古剑琴到现代钢琴 这一过程涉及到技术 设计和音乐理念的不断创新和演变 本文将探讨钢琴的演进历程 包括古剑琴的起源 钢琴的关键技术创新和现代钢琴的特点 第一部分 古剑琴的起源和特点 古剑琴的起源 古剑琴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 最早的古剑琴包括大剑琴和方剑琴 古剑琴的特点 古剑琴使用机械机制触发琴弦 每个剑只能产生一个固定音高 无法表现出丰富的音色变化 第二部分 钢琴的关键技术创新 弹剑机制的改进 17世纪末 发明家克里斯托弗贝克尔为钢琴引入了弹剑机制 这使得弹奏更加灵敏 且能够产生动态变化 音乐的改良 18世纪 音乐家巴托洛梅奥克里斯蒂弗费斯特 开发出现代钢琴中常见的音乐设计 使得琴弦可以更容易的触发并产生音色变化 第三部分 现代钢琴的特点和技术创新 钢琴共鸣箱的设计 现代钢琴共鸣箱的设计和材料选择 使得音色更加丰富 银亮更加响亮 三角支撑系统 现代钢琴使用三角支撑系统来支撑琴弦和共鸣箱 提高了乐器的稳定性和音质 钢琴弦和橡胶垫的改进 现代钢琴使用高强度的钢琴弦和橡胶垫 使得琴弦的共鸣更为明亮且反应速度更快 结论 从古剑琴到现代钢琴 钢琴的演进历程经历了许多关键技术创新和设计改良 这些创新使得钢琴拥有更丰富的音色和表现力 成为了现代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 钢琴的演进不仅是技术和设计上的突破 也反映了音乐理念和演奏风格的变迁 钢琴作为一种优秀的乐器 不断吸引着音乐家和乐迷的关注 并在音乐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断吸引着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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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吸引着音乐